頂禮根本上師聖尊 弟子請示 金剛守菩薩念誦法 正行跟觀修 一 空中有各色蓮花 當中藍色花上有日輪 輪上有後日 變成金剛處 這金剛處可以觀成十日金剛處嗎 若可以 這十日金剛處 忠心有後日放光 祥一切磨 後日入行則至心中 行則自己變成金剛守 這後日放光 除一切磨的觀想 請示聖尊觀想的細節與口覺 細節跟口覺 一切磨的觀想 原則上 在金剛守菩薩的念誦法當中 這個觀想是這樣子的 首先要靜夜觀空 靜夜觀空 空中有各色的蓮花 花上有日輪 輪上有後日 變成金剛處 一切磨 出心中 常一切磨 衝入行則至心中 行則自己變成金剛守菩薩 身体是黑蓝色 一头二背 右手是愤怒前握金刚锄 高级 左手是愤怒前当胸 持金刚锁 以杂宝以蛇为阴落 虎皮为裙 逐右躯左身 住于薄叶大火光之中 至心逢日放光 招请知会金刚锁 即贯顶舞佛 佛及菩萨下降 扎横班霍入定合一 颂咒横北扎巴尼 横佩念千变万变 入三昧地 他的细说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人讲说 把这个单独的金刚处 单独的金刚处 单独的金刚处 都可以了 单独的金刚处 中心这里有一个后日 变成十日金刚处 问可以吗 变成十日金刚处 问可以吗 我想 无差无别 有十日金刚处 可以降魔 独孤金刚处 也可以降魔 三谷金刚处 也可以降魔 五谷金刚处 那么法本里面来讲起来 师尊写的金刚所菩萨念诵法 就是单独 就是五谷 五谷金刚处 就是这样子 五谷金刚处 中间有一个后日 中间有一个后日 这是新加坡年华明洪问的 五谷金刚处 他多出 就是横着 变成十日金刚处 他喜欢观想这一种十日金刚处 中间有一个后日 大家认为 这个五谷金刚处 跟十日五谷金刚处 他认为这样可以吗 他问我可以吗 大家认为怎么样 现在 因为我们的弟子都是花明家 我们生活中 弟子都是花明家 跟他讲当古 他就讲要用十日的 新加坡年华明洪 请问你是不是花明家 来花明这一种的 我告诉你 这一种的 三谷金刚处 这是日本的 日本的它 这个是开的 那么西藏的是合起来的 西藏大部分金刚处是合起来的 这个其实就是印度古代他们用的武器 金刚处就是印度古代用的武器 因为佛教从印度传过来 所以这个金刚处最为坚固 就是这样子 这是三谷是合起来的 藏密的是合起来的 那么东密的 它的五谷是分开的 我个人 我个人认为 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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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单谷的 也一能够破模 三谷的 一样可以破模 三谷的 五谷的 一样可以破模 十二金刚处 一样可以破模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 观想的 金刚守菩萨 都是拿着 五谷合起来的金刚处 西藏密宗 是五谷合起来的金刚处 就是这样子 拿这样子的 金刚守菩萨 都是拿五谷的金刚 金刚守菩萨 如果要拿着十字金刚处 要结这个 好像是说愤怒印 就是变成这样子了 那你观想的也要跟这个一样 对不对 我认为这是小问题 这个小问题随你 你要观想这样子也可以 那刚刚我已经讲了 观想的细节跟口节 用心就可以了 所有的观想一定要用心 好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